質疑啊 袈裟遮圍不令人見 圍收金鋼筋 這個在講收金鋼筋 那個聲音啊 可以用袈裟把它圍起來嗎 可不可以 聲音啊 可以用布啊 把它遮住嗎 所以這個地方呢 它就是在點道 我們那個求道的那個點道 所以我們就是了解 我們求道才知道 我們有求道的人才知道 就在點道 就是已經把那個印殼 就是你可以成佛 在那個會能這個身上去實現 至能硬無守住 耳生其心 會能言下大悟 所以我們前面那個句啊 前面那個句啊 假如說會能 六族已經都已經領悟了 都已經見信了 為什麼這邊還要寫 言下大悟 硬無守住啊 就是空 耳生其心啊 就是油 所以它空跟油合在一起 所以它空跟油合在一起 這樣了解嗎 這個時候才領悟啊 既然是這個時候領悟 那之前寫的句語啊 會是領悟嗎 所以我們從經的本身啊 來探討經的內涵 就是要正確啦 要實際的知道 它的真理所在 要正確 對 對 對 如果是 Heimer снова才邀請